字幕 wollt bereave 字幕制作者 李宗盛 哈囉我是Sunny 又來到了跟著董事長吃美食系列囉 那我今天在我旁邊的是智薇科技董事長 她叫歐陽智侯 那說到這家公司真的不得了 她說是台灣之光喔 怎麼說呢 因為這家公司是做體感設備的 那它在台北新一計畫區的南山大樓上裡面 還有高雄高卵這邊裡面 都有體感設備可以體驗和乘坐 那有空大家可以去體驗看看 這個台灣住光真的不得了 那我現在介紹的那個董事長呢 歐陽同志長 可以告訴我們為什麼推薦這家餐廳呢 因為這家餐廳歷史非常悠久 已經66年 這66年來這個味道完全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現在吃的這些東西 就跟我們的父親輩 在那時候吃的是一年一樣 最主要有看到這個所有的餐點 都非常的豐盤 那事實上這個也是防疫那時候的 高雄的一個經濟跟社會狀況 因為那時候還是一個勞工比較多的狀況 所以勞工當然需要吃法 雖然我們也許在台北吃了同樣的餐點 那分量可能不到這裡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隨便教職這樣的一個餐點 其實可能是我們今天都有可能吃過的 那這是反應那時候的社會 那另外這所有餐點 通通是那個老闆老闆很輕手做的 不假手大臉 就原原本本反應那時候那個年代的一個做法 像現在很多餐飲 他們很多食物為了追求快速跟效率 然後可能很多東西就直接從工廠 或直接去買限制 但是這所有的料理就是他們輕手做的 然後保持那個原味 沒有添加任務的就是說 就添加的東西 可是原原本的食物為了 所以我很喜歡 因為從小吃到大就是這個味道 到現在都沒感覺 那在這家餐廳他做的就是很小吃 而且都是我們很平民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吃得到的 像我這次點的是那個肉根麵 然後然後農長吃的是乾的肉根麵一份 對 你有沒有吃到很找味的感覺 那農長最推薦的是在小菜裡面 小菜裡面 你最推薦的是哪你知道 豬舌加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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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看看 哪一個 豬舌 總長來請用 這是 豬舌嗎 對 總長我也加點辣醬 沾他的醬 這醬料也是他們自己 親手調製的 不是外面的 好 來吃看看 我要真的吃嗎 真的吃啊 怎麼樣 敘述一下吧 吃得到你的感受 其實你會知道 這個豬舌真的很新鮮 嗯 醬料 我會發現這個就真的是 純手工做的醬料 就讓你辣醬 是 剛剛新鮮 但是這種味道就是 我們百事不膩的味道 嗯 嗯 就吃得讓我醬料更提味 對 哦 OK 通常來講 難度的醬料通常會帶多 甜嗎 它整部分 哦 OK 這個是很開胃的醬料 下飯開胃 OK 現在三民要吃的是 燙 這什麼 花枝嗎 熬捲 炭小捲 O燙小捲 來吃看看 ó 烤鮮甜 嗚... 我覺得 海鮮這種東西 重要 新鮮 新鮮正過一切 而且他用那個穿燙的方式代表他這個品質好 他才感動穿它 然後吃起來很鮮美 然後淡淡的甜味 然後在整個口腔裡面 跟他們的那個甜味釋放 綻放 我覺得好棒 那董長你還想推薦這邊的哪一道呢 我推薦這個深藏 深藏 那深藏呢 其實是養顏美一剩 可是事實上要處理到就是說沒有腥味不容易 店家要很用心 那這裡的深藏就是吃起來非常好吃 沒有腥味 而且很脆 好 好 我來吃看看 其實Sony應該沒有印象過 總是過深藏 但是董長剛剛說養顏美囉 Sony太需要了 一定要吃啊 而且這一次不客 給我看看 沒什麼特別的味道 好 脆脆的 然後沾給他們 他們這邊的那個醬料 有提味的效果 然後甜甜鮮鮮 也是一道蠻好的菜 老奶奶說來大記者要派他們要給你一盤囉 順便招待你吃完 現在要的這一盤呢 真的是不得了 怎麼說 因為董事長要請Sunny吃的是 豬跟牙齒的什麼 這個是Sunny沒有看過 也沒有聽過 更當然都沒有吃過 牙齦 豬牙齦耶 Oh my God 今天真的Sunny了 牙齦耶 怎麼會吃牙齒上面的牙齦呢 但是我們要來請董事長吃 其實這道菜 很多人聽得很感濕的 實際上是很好吃的 而且外面是很棒 配點薑絲 對 配點薑絲 那一樣是不會有什麼腥味 可是也是脆脆的很好吃 怎麼樣 好吃齁 好吃齁 好吃嗎 我看到我的面膚不破心房 現在目前先不吃 來 我想多吃一點 吃起來口感 怎麼講 把它形容 其實它就是脆 脆 有沒有喇氣的感覺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脆 就是脆是不是 對 可是就是說 因為一般人家把它煮成 就當好 味道 還有脆 都能當好 不容易 不容易 這家店66年了 對 是非常 非常老的一家店 然後如果你下次來高雄 不妨來走走這一家店 可以吃的是高雄在地的味道 然後如果你是曾經在高雄住過 你也可以吃一個回憶的味道 好 我們下回見囉 拜拜 高雄延城區已經傳承到第三代的阿進切仔麵 台面上的切料都是當天現做 食材新鮮 小菜多以內臟為主 想吃滿滿海味可以切一盤小卷 就像剛才Sanny吃的那樣鮮甜美味 阿進切仔麵創始於民國43年 至今已有66年了 老老闆從小學煮麵賣麵 離開故鄉台南來到高雄落地迎生 為講求湯頭 除了以大骨湯熬湯外 連油蔥酥跟蒜頭都是自己炸的喔 切仔料講求是新鮮 Sanny是北部人 特地跟著高雄土生土長的董事長 一同品嘗道地的高雄美味 對Sanny來說 吃的是一家子幸福的古早味 對董事長來說 吃的可是從小到大 那個熟悉 有著回憶的古早味 喜歡影片請訂閱今天Sanny了嗎 我們下回見 拜拜 拜拜